中国影星胡哥快为六年再度访台 下午在展演会场跟青年对话 提到跟台湾非常有缘分 人生第一部主角作品就是演台湾人 还现场反问大家 他说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吗 更强调不分彼此 而胡哥也推销自己 向台下年轻的台湾导演喊话 说自己便宜又好用 希望能多多合作 跟这个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表态 我是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员 如果大家有好的剧本好的项目 一定要记得找我 薛凤来台跟青年导演交流 胡哥把握难得机会 不忘推销自己喊话台湾导演 可以多多找他合作 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主角的戏 而且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因为凡话大家知道 我们是用互语 可是有很多的朋友 就听了我的互误以后 他们说你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 就是我的香音你有台湾口音吗 有有有我们都觉得很亲切 那我更开心了 就是说明我们不婚彼此 交流内容剧剧离不开台湾 先是提到他在电视剧中的角色 充满台湾腔 更强调自己的演员生涯 跟台湾有极大渊源 字字句句都想拉近和台湾人的距离 我之前去过台东啊花莲啊 哇那真的是人间美景 我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基隆 活动开始前 胡哥也特别找到 在北市松烟园区走走逛逛 谈及台湾美食美景 瞬间变身宝岛观光大使 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 可以多待一下 这都想要带老婆跟小孩 一起来台湾吗 肯定的 快闪台湾 胡哥几乎没有私人行程 他也喊话希望能再来 这趟台湾型两岸间友善的交流 也让影迷看得相当过瘾 接着 做好好的